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位在新生北路山段跟德惠街的交叉口 待會要看的房子呢 是位於馬路對面右方這一棟石樓蓋的建築 叫做中珠和信家 中珠和信家 首先我們先來看他周邊的地理位置 如原的畫面往左手邊帶呢 從我們房子現場步行到中山國小捷運站的 4號出口的步行時間約莫是8分鐘 會先經過前面一個紅綠燈是農安街 繼續再往沿著前面走呢會經過明泉東路 捷運站的位置就位於明泉東路跟我們新生北路的交叉口 但我們往右手邊看到的現在看到這條馬路呢是我們的德惠街 德惠街是一條12米寬的一個雙向計畫道路 我們這一棟的設計非常的簡單 他是一個三面零向的一個建築 包含前面左手邊的新生北路 再來我們現在前面看到德惠街 另外呢是右手邊看到德惠街79巷 我們的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呢位於德惠街79巷 總共分成AB兩棟 左手邊這棟是A棟 一層兩戶 那地下室跟一樓是相通的 社區的整個的出入口呢是位於新生北路三段上 那我們接下來直接往我們的社區出入口前進 唷 對 現在已經來到了我們小峰梯間的部分 剛剛在樓下有提到 我們總共兩棟一層都是規劃兩戶 十樓蓋的建築 兩戶共用一部電梯 首先我們先來看我們逃生梯間的部分 比較特別的是在我們逃生梯間左手邊的這個門 它可以直通我們的後陽台 待會我們可以從我們的後陽台去看一下 我們這個逃生梯間相通的這個門 接下來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房屋室內 首先一進來是看到我們的客廳的一個空間 客廳落地窗的朝向是朝向南面 我們先去客廳的落地窗看一下落地窗的窗景 玻璃是採用霧玻璃的規劃做設計 前台的部分呢它有一個傾斜的倒角 我們把鏡頭往外延伸 下面的這條馬路呢是德惠街 這樣把鏡頭慢慢往右手邊帶 右手邊看到的呢是新生高架橋 剛剛有提到從中山國小捷運站步行到我們房子的步行時間呢 約末是8分鐘 再把鏡頭帶往我們的室內 目前我們的房間呢總共規劃三個房間兩套位於跟一個合室 三個房間兩套位於跟一個合室 廚房的部分呢採用中島式開放型的廚房 左左邊看到是我們餐廳的空間 三個房間呢前面兩個房間呢分別都是跟客廳朝向一樣 都朝向南面 再來看到中間呢是我們的客位 跟後面那間握室朝向北面 這房子最大的特色呢在於它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圓山飯店的山頸 完全沒有遮蔽 再來我們先看到我們的合室的部分 合室的部分呢它有做一個隱藏式的小門 可以跟我們的後陽台相通 那如果平常這邊呢我們會用木板把它做間隔起來 如果我們把拉門拉起來呢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我們先看我們的廚房的部分 廚房的部分呢目前是採用一個中島型的一個設計 包含我們的雙口瓦斯爐跟我們的烘碗機 左左邊這個區塊呢可以跟我們擺放我們的冰箱 那看出去中島的部分呢可以看到我們左左邊的客廳跟我們的餐廳的部分 它採用大面的一個玻璃的設計 大面鏡面的設計 讓室內的空間感感覺更加舒適 再來我們準備進到我們的後陽台的部分 剛有提到這個房子最大的特點呢 在它北面是完全沒有遮蔽的一個空間 後陽台呢包含我們的熱水器跟我們的天然瓦斯表 以及我們的分離式主機的冷氣的主機呢都掉掛在我們室內 因為剛剛在小公梯間的時候有特別提到 我們在我們的逃生梯那邊有個小門 那個小門就是現在前面看到的這個小門 它可以直通我們的室內 可以增加我們使用的一個空間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鏡頭往我們的窗外帶 現在的時間呢 約末是五點多左右 前面看到那條橫的馬路呢 可能被一些低矮的公寓遮住了 它是民族東路 大片的那個呢就是我們的花博公園 花博公園 我們把鏡頭往內 我們先來看我們位於餐廳側邊的第一間臥室的部分 這間的臥室呢 室內一樣擺放一個雙人床主 包含我們的衣櫥呢 都已經設計好了 都是早期的木座的一個 雕工的一個方式 包含它的地板呢 都是有一個傾斜的倒腳 朝向跟特地一樣都是朝向我們的南面 一樣是採用霧玻璃的一個設計 再來我們去我們的主臥室看一下 隨著鏡頭往左手邊帶呢 接下來進來是我們的主臥 在到主臥之前呢 在左手邊有一些可以擺放我們小型飾品的一個空間 玻璃的部分呢 在進來的右手邊 這邊有一個梳妝台的設計 玻璃的部分跟我們主臥床主之間呢 它採用霧玻璃的設計 客廳呢 不好意思 它的開窗面一樣是朝向南面 就不再特別說了 那包含我們的壁廚的部分呢 都是採用隱藏式的 接下來我們去我們主臥室的衛玻璃看一下 主臥室的衛玻璃呢 目前是規劃一個小型的一個乾絲分離的淋浴間 在右手邊的部分 在左手邊的部分呢 則是我們規劃我們一個泡澡的浴缸 因為我們是位於邊間 所以我們的兩個廁所呢 都有做開窗 主臥室的廁所跟我們客位的廁所都有做開窗 那目前是採用免治馬桶的一個方式 並且是採用拉門的方式 接下來我們去看我們的客位 客位的部分呢 規劃比較長期 目前是規劃一個乾絲分離的淋浴間 緊淋著對外的開窗面 這邊的開窗面呢 是朝向西面 因為現在的時間呢 又是太陽下山的時間 所以照到太陽 相對來說呢 廁所的潮濕度呢 會非常的乾燥 再來我們看我們 對於廁所旁邊的第三間握房的部分 這間握房的部分呢 之前是擺放一個單人的床主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在我們的 壁櫃上呢 都是我們的書架 那也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房間 它的view呢 是最為的舒適 完全沒有遮蔽 所以說它相較前面兩個的 採用霧玻璃的方式呢 我們這個是採用透明的 可以直接看到我們的 遠方的山景 陽明山啊 包含原山的這個方向 最後我們再回去我們公共區域 我們是一個全民後管理的社區 建商呢 是中租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學區的部分呢 國小是中山國小 國中是新興國中 使造高度呢 3.05米 3.05米 用途呢 是集合住宅 住屋非常的單純 竟然需要經過一個 日式庭院的長廊 社區有垃圾管理收送 車位的部分呢 全洞呢 車位總共有84個平面車位 84個平面車位 但我們的戶數呢 只有41戶 只有41戶 所以幾乎戶配 1到2個平面車位 車位的使用需求是 數字是組隊組 Terry 3 地下室挖道B3 地下室挖道B3